王馬上場用4-3-1-2是輸了球 來到今天就繼續堅持用 這樣就很明顯的了 就是現在要不斷去演練4-3-1-2去準備打歐聯決賽 其實上場用4-3-1-2輸了球 都算是打擊到個自信心 不過幸好今天13分鐘就能夠領先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今天的對手切爾達根本就沒有一心死守的 他就是壓得很前下的 被人家突破那一刻 其實後防線還在中線那裡 你就知道後防線的深度有多不足 切爾達明顯就是打緊風流球 而我們見到其實王馬這方面的進攻 都只能夠做得很簡單 一個直線擺上去你就要射的了 你不射都是孤軍作戰 你射不進其實都再沒有機會了 這些當然是因為他們可以打反擊才是OK 不過其實反擊來說 今天都是只有兩個人而已 所以才是只能夠打得這麼簡單 正選的超級連結人 伊斯高是沒有速度很少可以上去幫手 所以都講明了 就是王馬的進攻真的只可以很簡單 複雜一點都不行的了 幸好就是切爾達今天 後防線深度完全不足 容許了王馬可以這麼簡單去領先 情況就跟上一季很像的去到季尾一樣 切爾達都是很輕易給王馬入球 之後後防線依然很輕易被王馬突破 就好像29分鐘那下的第二顆球 大腳踢上去 打個反擊突破了 這次是巴爾去追 追到 再用個人能力過對手 再自己射入 還挺窄角度下 非常之厲害的個人能力 又好像是31分鐘 伊斯高拿著那個波偏左的位置 禁區頂用個人能力入世界 全部都顯示了 今天王馬的進攻 只是可以很簡單 靠個人能力 如果對方一心死手的話 其實你見到 面對密集的話 王馬今天的結構 應該是不夠思破力的 第四球球 又是只不過一個直線 放下去 一個人衝入禁區 這樣射入打機 不過 今天有道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告訴斯丹之 其實巴爾的反擊速度 是很強 所以 可以在歐聯決賽 給他打正選 幫助手打反擊 但是 今天 又有道不好 因為伊斯高 入了世界球 斯丹 不知道會不會覺得他很強 去到決賽 都是想用回他的 但其實你留意到 今天入球 伊斯高 是站定定入世界球 並不是打反擊 歐聯決賽 如果不打反擊 是很危險的 也說過 今天的伊斯高 根本沒有怎麼參與 快速的反擊 所以 如果斯丹信拿 伊斯高 是會拖累了 王馬 在歐聯決賽 打反擊的速度 和表現 而最不幸的地方 就是今天 當阿辛斯奧上陣的時候 切爾達已經死守 沒有再被王馬打反擊 這樣就反過來 搞到 阿辛斯奧 沒有什麼反擊的表現 看法不到斯丹 切爾達 都很奇怪 0比0的時候 不死守 4比0才來死守 明顯就是 初初打風流球 非常鬆散 去到最後 被教練罵一罵 才正常打死守 不幸地令到阿辛斯奧沒有什麼反擊表現 希望 斯丹下一場球 會用阿辛斯奧打正選做超級連結人 再希望下場球的對手 同樣都是打風流球 給王馬打反擊 繼續可以練習4-3-1-2 打反擊 去準備對利物浦 說到歐聯決賽 近期很多兄弟都不停問我 究竟歐聯決賽我怎樣看 當然是會作出一個預測 不過我希望做得比較好一些 相信是要再花多些時間去準備 未來還有英超殺科 促總盃 相信時間不夠 過了英格蘭促總盃之後 我相信我的時間 充足一點 會開始慢慢和大家去準備 這場是歐聯決賽的了 未來當然是非常緊張和忙碌 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勵一下小弟 等小弟問一下問大家 就是今天Click了廣告未 按了廣告未 和播完廣告未 因為做這些動作 才可以真正鼓勵到頻道 令到頻道有收入 之前大家鬆懈了 沒有做收入就比較低 大家做回之後 就明顯看到收入是好很多 所以大家只要做的話 就可以改變到未來 亦可以令到我繼續堅持 免費為大家提供足球的評論資訊 來到片尾的話 其實手機的上面 片的下面依然有些廣告 大家可以按下去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另外用電腦的朋友也可以留意 去到片尾都好 其實片尾的右邊依然有些廣告 大家可以按下去 其實片頭 即是播了片五秒之後 其實都有一個Banner廣告 在電腦片裏面 大家只要播多次的片 就會找得回 找得回的 就按下去 另外無論用電腦 還是用手機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前 插入一段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面 找廣告連結 按下它 例如用電腦看的話 廣告連結 會出現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用手機看的話 廣告連結 會出現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明天就英超殺科 我們到時再見 拜拜